大家好,我是吳仔 嘩,大新聞啊 中港台三地,瘋傳 61歲梁朝偉,秘戀25歲女星 全有私生子,在日本居住 神經病,請大家按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這一節這麼驚人的分享,從哪裡傳出來的呢? 好啦,個人的 台灣應該先傳出來的 台灣傳,接著又說港媒拍到 港媒拍到? 港媒看到你台灣傳 很厲害的 現在台湾吹水,就說港媒吹 大陸新聞吹,又說港媒吹 港媒看你們吹,然後我們一起吹 61歲,影帝梁朝偉 其實結婚很多年了 雖然有些人說,梁朝偉,我不選劉佳玲 你怎麼知道呢? 你玩過嗎? 我意思是一起玩過,很開心的 大家出去玩 但好像說他們的感情 又不一般的 常常說,不是一起住又盛盛 梁朝偉,常常都在日本 現在呢,傳出一個叫中國女星 情傷喔 不是為情所傷啊 是一個情度的情 情傷還是情燒? 情燒喔,吹燒的燒 不是吹燒的燒 有水流出來的,三點水的 是的,情燒 那兩個人呢,不僅被拍到 逛街街喔 還包出梁朝偉啊 在日本買間房子呢 那女人跟她生寶寶 啊 神經病 癲癲的 這些新聞 又是拍到喔 我看完那些報紙呢 一張照片都沒有 你這樣說的 暗仔現在跟外星人拍拖 是啊 情燒跟黃一博 原來都很紅 在大陸 傳過緋聞的啦 七年前 已經出道了 不是什麼新人來的 這樣吹發 1998年出生的 哇 梁朝偉會不會跟這個女人呢 梁朝偉年輕人都幾風流的 訓練班那些都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有看那套叫超時空錯愛 他都很風流的 在醫院看見我護士單兩眼 在那個臉上出來 兩位休婦都敢死 梁朝偉的感覺就是這樣 拍戲 韋小寶 但那時就是16歲 現在就是61歲 別玩啦 61歲啦 柯尿一滴滴啦 還扣過年輕人 你弄機嗎 你弄機怎麼辦 你弄機 你弄機 老婆厲害 這個年輕人 不知道啊 他想到武漿 以我傳我 你有沒有道德啊 雖然他跟嘉玲姐 那些感情 又 人家說到 又像是而非 又可能又什麼 看看網友怎麼說 有人對於梁朝偉 背叛婚姻感到憤怒 人家說你就覺得他背叛婚姻了 不是吧 背負祖宗 是啊 離譜 這樣吹也有 但是有人贊同梁朝偉 應該有他自己選擇自己的生活 表示贊成 其實贊成和反對都是那句 關我們差事 目前沒有證沒有句 網絡謠言 台灣媒體打假得離譜 但是假得離譜就說我們廣媒傳 喂 我們廣媒傳 我們廣媒傳 聰明一點好不好 都離譜 有人說 劉嘉玲和梁朝偉分了居 兩個各有各玩 整天都不是一起住的 這些都好像不是新聞來的 當中有些內幕消息 究竟梁朝偉的愛情觀 怎麼能頂得他信 劉嘉玲究竟是不是周圍交際相當好的交際花 有人這樣說他的性格 又說跟富豪一樣 究竟當中兩個是否真分居 故中有什麼原因 我們交給知情人士和大家討論一下 交給我給你 阿窮飛龍 謝謝五仔 大家好我是飛龍 想說一下梁朝偉近來的生活 梁朝偉都已經登陸了 都不年輕了 梁朝偉的朋友周星馳 整頭都白了頭髮 我看到梁朝偉有時 有些訪問他都沒有什麼演法 都開始見到幾多下巴頭髮 最近都見到梁朝偉幾個訪問 覺得他說話都挺真實的一位 有時的東西很有趣 在訪問裡面 今天就想說一下一個題目 有些人說梁朝偉自爆 還有近來婚姻身伏 已婚居多年 很多時候晚年去日本居多 還有劉嘉玲各有各玩 互不相綱 究竟這些題目是否標題黨 我可以說半真半假 其實有很多東西也是真的 為什麼呢 稍後會解釋一下 我看到梁朝偉在訪問裡面 很多時候跟他作過一些工作人 例如張藝謀、張淑萍 他們很有趣 給了一個相同的評語 梁朝偉 梁朝偉都覺得他自己真是嗎 他們同時都說梁朝偉是不善於交際 其實我覺得這個名詞是用錯了 他不是不善於交際 因為我看到他有些訪問 他對答很流利 他只不過是不喜歡交際 有些人可以是不喜歡做那件事 但要他做的話 他也可以做得很厲害 我看過這個紀錄片裡面 跟張文強導演一起 他都很懂得照顧導演 在這裡要燒食 導演可以把所有燒食的食物 怎樣擺放 梁朝偉說 不是這樣擺放 要這樣擺放 我看梁朝偉其實 在生活上 他說自己很喜歡自己買東西 吃回來自己燒 梁朝偉是一個生活上 自己很懂得自己怎樣處理的人 因為有些人 有些人只會做一件事 有些人只會做一件事 有些人只會做演員 未必留意風蛇去什麼方向 玩風煩惡煞就會很清楚 我看過特輯 完全認識到一個另一面的梁朝偉 例如 那時候 劉德華經常說 五虎之中最難約梁朝偉出來 常常都好像找不到 我覺得原來梁朝偉是看人 例如我看他的訪問 他跟他剛剛初出道的時候 兒童節目監製還有來往 還要好好感情 有空大家互相在社交平台 或者WhatsApp平台上 大家為問 有的 他離開了兒童節目 起碼也有40年 還有來往 為何他會跟兒童節目的監製這麼密集 當年他剛剛進入兒童節目 監製只是說了一句說話 沒有人選你 我還沒有選你 還有覺得監製一直都很關心他 有時候拿獎 一拿獎第一件事 就是打電話給監製 告訴他拿獎 想分享喜悅 監製也說梁朝偉現在很好 因為其實很多人都有說 他自己都知道 他其實以前一直都好像有抑鬱症 梁朝偉 但有可能近八年至十年 就開始 人就想得通了 他說每一天 他要享受什麼呢 要享受今天 有時候 明天的事情你不知道有沒有發生 所以很多時候要享受今天 他跟張文強的對話 我覺得很特別 他說以前張文強說 拍電影殺清之後 之後完全不理會其他人 有人自己走了 這次拍到最新的電影金手指 他竟然做了一件事 這麼多年都沒有跟張文強做過 拍一張照留念 然後你先想起 他們沒有私人獨立拍過合照 有一群人也有拍過 有時候拍電影也拍了一群人 但獨立沒有拍過合照 梁朝偉就說 某個程度上 有些事情你覺得今天要做就要今天做 不要想著明天 明天不一定會更好 這不是幾人休天的事情 只不過要懂得如何享受這個時刻 因為明天的事情沒有人預料得到 所以在這個訪問裏面 我都學了很多事情 所以你見我這次都不是怎麼說 梁朝偉的背景 純粹我想說梁朝偉怎樣看他現在的人生的事情 最好笑的 有一段說 王家偉拍《衝光摘視》 我忘記說去了哪個國家 總之去了那個剎那 就是入了一間很小的屋裡 有人只有兩張床 然後王家偉就叫梁朝偉 跟張文做這樣的動作 那剎那我梁朝偉就呆了 那剎那我才知道 原來他真的可以拍王家偉的電影 他事前不知道是做什麼的 那時候好像劉德華有說過 他說充乾紮舌那些電影 劉德華說是不會這樣拍的 如果王家偉突然要他這樣拍 寧願毀弱他也不拍 他說演員有底線 但是梁朝偉去到某一剎那 他可以沒有了底線 為什麼呢 他說梁朝偉每次演戲之前 他會將人 他不是剎機那個剎那 就是變回梁朝偉 他是將演戲那段時間 有一個月 他重量將自己的動作 變成那個人 他說這樣才演得像 在某程度上 很多人稱讚梁朝偉演戲演得很厲害 就是他演戲之餘 就覺得他不是演戲 很自然地是做那個人 梁超偉說 其實他最初演戲也不是這樣的 他開始演王家衛的電影 第一次演王家衛的電影 當時剔了成非正傳 我想那些片段沒有出過 剔了成二十多剔 剔了二十多剔 跟著他也不知道他有什麼問題 只不過王家衛不停叫他再演 最後剔完OK之後 王家衛在某個程度上要他放下所有演技 梁超偉在電視台上說 每次演一部電影 都運用了很多技巧上的東西 那剔就要他演王家衛的東西 把所有技巧的東西都放下 演一個正常平常的人會做的東西 所以我看這個節目也學習了很多東西 想說一下梁超偉為何跟 劉嘉玲分居 真的又不是假的 但有局報聲也不是完全對的 因為我覺得梁超偉有時候很享受一個人 很多時候都是一個人做事 一個人煮飯 一個人爬山 一個人去滑浪 一個人坐火車 一個人喝咖啡 所以他偶爾就享受到日本 有時候可以去幾個月 劉嘉玲是否完全不去呢 偶爾也會陪他過去的 通常是劉嘉玲主動去找他 他很少主動去找劉嘉玲 但是說話 他經常去日本 一句日文他都不懂 為什麼呢 不懂就不用跟人溝通 就是想那個環境 人們不要覺得去梁超偉 一個普通人也可以 所以去到日本那麼下去也不學日文 劉嘉玲很多時候在香港或者上去居住多一點 有時候他們真的試過幾個月 大家都沒有見 所以有時候 老實說 婚姻狀況 外奸經常揣測 你們倆夫婦可以不見 都可以 那你只能說 要是感情上有人去到某個問題 或者另一個警戒 警戒和問題有可能只是一線之差 大家去猜 梁超偉是好戲之人 張曼玉仍是好戲之人 你知道他跟張曼玉很多時候合作 但是他們最初合作時是辛澤師兄 我看回報道有些東西很有趣 最初演辛澤師兄時 梁超偉常覺得張曼玉 演得不太好 常常說他好像演得一般 不知道是不是 張曼玉 後來的演技那麼厲害 就被梁超偉這樣逼出來 我只見梁超偉 譬如張曼玉 劉嘉玲 甚至是曾華士 三位之間都蠻有趣的 其實梁超偉跟張曼玉 應該演程隊多過劉嘉玲 但是最後他竟然選了劉嘉玲 為什麼呢 梁超偉曾經那個 張曼玉是唯一一個 令他瘋狂的女人 他覺得他不適合找一些瘋狂的女人 來結婚 只適合戀愛 所以劉嘉玲會好一點 張曼玉會不會令他變成瘋狂 張曼玉是一個瘋狂女人 還是張曼玉會不會令他變瘋狂 加上梁超偉跟劉嘉玲相差兩歲 張曼玉和梁超偉都相差兩歲 其實差不多年多 另外當年曾華善跟劉嘉玲是一個好閨密 但是後來就轉了身份 曾華善跟梁超偉在一起 現在劉嘉玲和梁超偉在一起 有時看到他們的關係真是很奇妙 可以這樣混熟一起 話時說我看到他們的訪問 有些事情不說不知道 大家也知道無間道有一個很經典的對白 三年又三年 三年又三年 十年都來 大約是這樣的對白 原來這個對白是梁超偉想出來的 原本的對白很簡單 張曼玉說 本身有可能說我做了臥底十年 梁超偉覺得 就這樣說出來 梁超偉演戲的時候就要入了一個角色 他思想這個角色會怎樣說 在某個程度上 你沒可能說我都做了十年 其實一開始就叫做十年臥底你肯 當然被人騙騙騙騙的 最初說做三年而已 過了三年之後就說做多三年 再問之後做多三年 梁超偉就先想到這個對白 而這個對白就變成一個 很經典的對白 很多時候大家都會來講 所以張文強也說梁超偉很厲害 他融入了角色之後 再想到一個經典對白出來 這不是編劇想的 這對白是他想出來的 所以補償補充一句話 劉德華說 五副裏面最難玩的是梁超偉 最初的人好像說到梁超偉 大家比較冷漠一點 會不會像星爺那樣比較冷漠一點 不是 他其實只是看人 有些人是大家可以對得很詳情 梁超偉 而他對得很詳情的人 那些人完全不在利益上 出發 不是你特別紅一點 我就和你特別友善一點 因為近來劉德華被人說 劉德華說撐 毒蝕大藏一億 即是撐黃梓華 那些人在說劉德華 早又不撐遲又不撐你 過一億你才撐 如果你開始就看好的 我就說你 現在覺得劉德華在跟紅頂白 很可憐 但相反梁超偉就不是這種性格 純粹去過沙拉 覺得跟誰舒服就跟誰舒服在一起 所以我之前有些片都說過 梁超偉最好朋友 是他的訓練班的同學 而那些還不是很紅 也有人演一下六頁 但大家未必一定很認識他 當然陳幾何時他跟周星馳也好朋友 他也有說 有人在問他跟周星馳關係上的事情 因為傳說說過一件事就是 當年周星馳是怎麼認識梁超偉 就是自己拍戲 周星馳做導演 找梁超偉過來做演員 後來梁超偉就跟正這個傳說裡面說的話 他說不是的 周星馳也有份做演員 只不過周星馳在電影中就要做好人 梁超偉要做奸角 最後要打他 甚至有人打死他 頗有趣 梁超偉時候也有問周星馳 其實當年拍了那部電影在哪裏 竟然周星馳說 不知道他要在哪裏 梁超偉覺得他欺騙人 自己心懷 心懷自己欣賞不讓他看 梁超偉很多時候不是說他去日本 最主要是因為他喜歡日本話說 所以每年冬天他一定起碼去日本一次 有時他喜歡到日本的程度 索性不如離開香港一會 那段時間在日本定居 所謂定居只不過是住在日本 而且在日本未必每個人都認識他 如果梁超偉不是很熱愛的電影 你未必知道 他可以自由自在街上走 香港不可以在街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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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很多 pushed 這一點來讲 因為變民双 如他謹慕 只由他強制 那麼保育 這樣才可以成立 其實有人在養阿神 只想 Beasseets 享一場拍戲 你可以看似文都不見 所以從那一年 我們才會都有這樣的個性格 有時許人都說梁超偉 很多事情都是同一種習慣 試過以前都如此 我們只想像阿神 有些人為什麼不可以的 因為長期女夫婦對著 見少一天都不可以的 那些就不可以這樣做 加上梁朝偉其實很喜歡 沉醉於自己的世界裏面 所以剛才也明白一件事 為什麼選劉嘉玲呢 為什麼沒有選張曼勇呢 我想如果你選張曼勇 張曼勇不讓你這樣做 怎麼可以整天不見的 劉嘉玲就可以給回一個自由給梁朝偉 所以梁朝跟劉嘉玲在一起 就好像永遠談戀愛 永遠都可以保持很甜蜜的地步 因為很多人都說過 一結婚之後 你就好像代入了一個監獄地獄 為什麼呢 一結婚你的老婆就好像經常管著你 我相信他這樣隱喻張曼勇是那種女人 劉嘉玲就不是 劉嘉玲也說過這個世界上 很難找一個像梁朝偉那樣懂得他自己的人 所以某個程度上 你只能說他們互相體諒 大家都有大家可以給他有個自由的時間 而大家又信任大家 所以我剛才也說過 這樣分居化只有兩件事 要不就隱瞞 其實感情已經淡了 第二件事就是另一個你想不到的境界 暫時我們就順著表面正攻 梁朝偉和劉嘉玲這樣說的話 他們就去了另一個境界 你不送的 其實他們都感情淡了 所以就這樣 劉嘉玲也有說過 其實兩個人在一起之間 一輩是婚姻 另一半其實要懂得如何包容 而且大家包容得來有舒適感 梁朝偉亦直言跟劉嘉玲相處的時候 很多時候可以讓自己放鬆下來 而覺得自己很有安全感 有時候兩夫妻見少一點 小別性新婚 有可能用這個方法 培養每一次見面之後 感情更加甜蜜 今天如我新聞都說了 差不多就這樣 遲些再分享吧 拜拜 拜拜